本周头十条的题目是 外交部秦刚关于三路有毒奶粉事件的严正声明 第十条 我们奥运的五个福娃没有喝三路奶粉 不也引起了灾祸连连吗 可见奶粉不是导致不幸的 唯一原因 第九条 这是国际反华势力挑起的 又一次辱华事件 是对我国爱国者们愤怒底线的挑衅 结果一定是搬起结石砸自己的脚 第八条 我们奥运体操冠军何可欣和杨依林 十四年来只喝三路奶粉 他们除了不知道自己多大 其他不是好好的吗 第七条 反华势力抵制中国三路奶粉 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婴儿们 中国爱国者们要团结起来 立场鲜明的集体狂喝三路奶粉 第六条 三路奶粉与我党一样 虽然有毒 但解决了中国数亿婴幼儿的吃饭问题 这在历史上 谁能做得到 所以攻击三路就是攻击我党 第五条 那些喝无毒奶粉长大的西方人 不是照样有得甚结石的吗 所以说 西方式的无毒奶粉制度 也解决不了结石问题 第四条 西方国家奶粉工业发展了上百年 中国才几十年 中国的奶粉这些年 还是在不断进步的 不能要求一步到位 做到无毒化 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 慢慢来才符合中国国情 第三条 坚决反对 把奶粉问题政治化 抵制或对抗三路 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应该采取对话的方式 边喝三路奶粉 边慢慢的沟通 第二条 我要含泪劝告那些 受害婴儿的家长们 要以大据为重 停止追究责任 因为那些已经很长时间 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 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 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 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 避免横生枝节 外交部秦刚 关于三路有毒奶粉事件的 严正声明 第一条 我们中国人 死都不怕 还怕结石吗 如果在三个代表理论指导下 科学发展的喝 说不定 还可以尿出一块钻石来呢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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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将 我 跟 最后 回